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用 今天要看澳洲NEC这道题 今天要问这道题就是 有多少个三位数 第三位等于前两位之和 例如这213 1加2等于3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123 对于这种问题 我们就要做分类讨论 首先各位如果是1 那它的这个十位跟百位 这里可以放101 所以各位是1的就一种 那各位是2的话 这里可以放202 也可以放112 但是020 但是022就不是三位数就不合 那3的话 这边就是303213123 这样子就有三种 所以做这种问题 最关键的就是要有顺序的列举 所以4的话就会是404 314 224 134 好 那仿造这样子到最后 就是9开头的呢 我就会有什么 909 819 最大呢 最大呢就可以到这个189 好那这边呢有9种 因此这题的答案就是什么 1加2加3 一直加到呢9 好那这里的总和 我们可以利用高斯的这个倒写相加 好把这种和叫做s 所以这样子呢 每组都是10 所以总共呢就有90 因此就可以得到s等于45 好 所以这道题的解题关键就是分类讨论 先根据各位的情况 来讨论前面的十位跟百位的可能性 最后呢 我们需要利用1加2加3加到9 利用这等差数列的和 而得到答案 再来讨论前面